男人一把扯掉小尼姑的帽子 闲桌手划过她滑溜溜的脑袋 在脸上幽默又捏 在男人们不怀好意的嬉笑中 小尼姑咬牙切齿地咒骂 男人俨然是个泼皮无赖小混混 他无姓无名无籍贯 无价无尽力无固定职业 这样的人注定被人倾简 偏他作为一个六无人缘 不以为耻 习以为常 这天在当地颇受人惊重的 赵太爷家的公子种了秀才 霹雳啪啦的红鞭炮响彻整个村庄 阿贵走进酒馆 手舞足蹈地对旁人说 自己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 细细排来还比他的秀才儿子长三倍呢 众人大笑着怂恿他到赵府叨喜 阿贵经不住众人激将 喝了口酒就准备过去 临走前还不忘严余他人 你别去 你又不姓赵 俗话说就装人胆 阿贵三步并坐两步来到了赵太爷家门口 此时的赵府门庭若是毫不热闹 前来道喜之人络绎不绝 赵太爷本来高高兴兴的 但听说阿贵逢人就说自己也姓赵 当即拉下脸来 阿贵打他不走进院子 舔着笑脸毕恭毕竟向赵太爷做一道戏 你姓赵吗 你配姓赵 你敢姓赵 不请息怒 今天是大喜之日 不必跟这种人生气 还不快滚 滚 滚 阿贵挨了两巴掌 握着火拉拉的脸灰溜溜的跑了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 儿子打老子 这天阿贵与人发生口角 不仅被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临走还被人无情辱骂 贱货 天下第一贱货 谁知阿贵不恼烦了 天下第一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 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 这样的精神胜利法 阿贵屡试不爽 他头上有几块来创罢 时常遭到别人的嘲笑 每次受到嘲笑 他都估量着对手 遇到口奔的他就马 遇到力气小的他就打 可惜每次都是自己吃亏 久而久之 阿贵就改变了自己的方法 每次被打后 他就安慰自己是被儿子打了 他用这种精神胜利法 让自己反白为生 虽然现实吃亏 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说起来他倒也不是一无是处 还算勤快能干的 他靠给人打短工挣钱 可惜他赚的那点钱 不是砸在酒铺里 就是输在了赌场上 这天阿贵是来运转 竟赢了点小钱 可下一秒 赌庄老板就派人暗中做了手脚 将阿贵赢来的钱 又连本带里吞了回去 还顺便赏了他一顿板子 阿贵狼狈不堪回到住处 狠狠打了自己两拳 拳当是打回去了 随后阿贵便心满意足地睡去 别看阿贵做事失败 做人懦弱 被人欺负的只会默默而逝 精神胜利 但他却会欺负比他更弱的人 钱太爷的儿子进了城里的洋学堂 回来捡了辫子 阿贵称他假洋鬼子 有一次不知怎的 假的 秃驴 你说什么 我说他 挨打的阿贵不仅不敢还手 阿贵前脚被人欺负 后脚就遇见了出门办事的小尼姑 本就将女人视为一己的他 应上去就是一口唾沫 见小尼姑逼而不理 他又上去摸人家刚踢过的头 酒馆的人纷纷注目 这让他更来劲了 对着小尼姑又柔又捏满嘴婚话 在小尼姑的落荒而逃和众人的哄堂大小中 阿贵刚刚被踩在脚下的自尊和自负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膨胀 然而到了夜里 阿贵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海里全是小尼姑的模样 见过这么直接的求爱方式吗 女人瞪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女人直接被吓得落荒而逃 就在前天夜里 阿贵躺在床上翻来扶去睡不着 白日里调戏小尼姑的手上 滑溜溜的触感和若有若无的清香 似乎还久久挥散不去 他心里有些痒痒的 转头看见连土地公公都有老婆 阿贵险入沉思 我应该有个女人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女人就送上了门 赵家的长公吴妈找上门 她来通知阿贵去聪明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阿贵嘴角浮上一抹笑意 这小姑说 在赵太爷家里 阿贵再次遇见吴妈 接着灯游 吴妈纳起了鞋底 两人一个凑近点烟 一个凑近穿线 阿贵发愣地盯着吴妈的脸 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渴望 她突然扑通冲她跪下 吴妈被她轻薄的举动吓坏了 骂了一句就哭喊着夺门而出 阿贵不屑地朝着她的背影 骂了一句假正经 谁知没多久 赵家少爷就拿着棍棒 而话不说朝她咋去 阿贵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惊慌之中连忙逃窜 来到内院时 听到吴妈呜呜呜呜的啼哭声 此时收到轻薄的吴妈 争闹着要熏死迷活 阿贵被愤怒的家丁们赶出了赵家 连辛苦干活的工钱也没了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阿贵调戏吴妈的丑闻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庄 她一下次成了十恶不赦的大阴魔 女人们见到她就跑 阿贵依旧小兮兮不以为一 可如今已经没有哪家 敢再顾她做短工了 人才两空的阿贵 将其一股脑撒在了 新来的短工身上 以为是她抢了自己的火 两人扭打在一起 没捞着一点好处的阿贵 肚子反倒饿得更扁了 为了填饱肚子 阿贵跑到尼姑庵里偷萝卜池 没想到被抓个正着 还被尼姑庵的狼狗吓了个半死 穷困潦倒的阿贵决定 去城里谋生路 转眼半年过去了 阿贵满面春光重新回到了村庄 正所谓识别三日当光木相待 村里的人见她出手 扩出不同以往 连忙一改往日不屑的嘴脸 围着她一口一个阿贵哥 阿贵高谈阔论 讲起了自己在城里的见闻 原来 她去了城里最有钱的白举人家里做帮工 原本做得好好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 听闻城里抓了个革命党 爱凑热闹的她连忙跑去看 没想到被杀头的革命党 正是白举人的亲外甥 而举报者正是白举人 因为这样就可以获得五十两的赏赢 嘴碎的阿贵醉酒之后将此事说了出去 气急败坏的白举人直接将她赶了出去 如今回到村里的阿贵 一该往日窝囊的模样 不仅请往日的狐朋狗友们喝酒 还做起了卖衣服的生意 女人们仿佛也都忘记了当初阿贵耍油盲的事 纷纷来光顾她的生意 可风光还没多久 喝醉酒的阿贵嘴巴就又一次拔不住门 在地宝的追问下 她将衣服的来历河畔拖出 原来离开白举人家的阿贵和几个朋友去偷东西 不幸的是 其他人全部被抓住 只有在门口负责接应的她 拿着一包脏物跑出了城 好啊 你居然做了贼了 地宝趁机将阿贵赚来的钱翘诈一空 随后扬长而去 而这件事情也很快在村里流传开来 名才两空的阿贵 再次成了人人喊打的穷光蛋 然而很快 随着一辆乌朋船的深夜到访 阿贵的人生 再次迎来巨大的转折 我革命了 我造反了 我要什么 就是吧 我喜欢谁 喜欢谁 这个气眼嚣张的男人哪里会知道 随着革命春风的到来 他不仅没有翻身浓奴把歌唱 反而葬送了自己的新名 此时正值宣统三年 辛亥革命已经深入人心 小村庄里变得人心惶惶 一个个地主老爷开始加起尾巴做人 阿贵仗着自己曾看过革命等被砍头 就此封为革命党人 不明所以的村里人 对他毕恭毕敬 就连平日不拿正眼瞧他的招太爷 也变得低声下气 受了点恭维的阿贵 当天夜里就做了平生最美的一个梦 梦里的他穿着华服 摇身衣变成了人上人 男人们争先恐后上赶地恭维他 就连无妈和小尼姑也主动向他示好 但这个美梦很快就醒了 阿贵空有一颗想要革命的心 然而却不知从何下手 只是跑到尼姑安恼了一场 便信心地离去 当然 阿贵不知道的事还有许多 那天晚上 跟随吴鹏传一起来到村子的 还有几个大箱子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两 白举人担心革命党报复 于是将部分财产寄存于赵太爷家里 赵太爷自然不会好心帮忙 他早就打好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等革命党进城 白举人势必会逃跑 到那时银两还不同统进了自己的腰包 然而赵太爷的美梦很快就落空了 在一个深夜 赵太爷家的几口大箱子 被几个蒙面人抢了 头计不成18米 赵府上下的财宝也顺便被贼人洗劫一空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 白举人不仅没逃跑 还因为给革命党捐献了大量财宝 在城里混上了一罐半只 如今箱子没了 白举人难免怀疑使他坚守自盗 赵太爷为了洗脱嫌疑 很快便想到了主意 现在不就是要设法找到抢劫犯吗 要找到了 我就可以脱掉这个干系 稀里糊涂的阿贵成了县城的踢罪羊 就这样 阿贵被抓进了大牢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 但阿贵想想 人生天地间 大概总是要坐一回大牢的 何况不用做工就能有吃的 岂不美哉 想到这里 阿贵美滋滋地躺下了 第二天开堂 看着剪掉辫子的县令大人 阿贵习惯性地跪了下去 面对县太爷小迷迷地询问 阿贵无以为是自己投衣服的事暴露了 两人前言不搭后语随便堆了几句口供 草草走完行事之后 县太爷便让阿贵签字划牙 阿贵不使字 于是便在那莫须有的罪名上 歪歪扭扭画了一个圈 不久之后 狱族通知阿贵可以回家了 阿贵心忡忡加起包袱 可狱族们却强行给他换上了死刑犯的囚服 还按住他的头灌了一碗断头酒 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 阿贵终于明白自己这是要去扶死 可悲痛不到两秒钟 他立马就又想通了 也许人生天地间 人人都难免要被杀头的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阿贵看到了吴妈和曾经的呼朋狗友 人们起哄要阿贵唱一句细文听听 阿贵十分硬气地喊了一句 鲁迅先生的文章里 从来不缺少看客的身影 他们不分阶级 不分贫富 不分强弱 他们的眼神似乎连成一气 又顿又锋利 如同恶狼 不但已经咀嚼了他说不出的话 并且还要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永远不近不远地跟他走 阿贵第一次感到害怕 在行刑的前一秒 他张张嘴想要喊救命 但终究还是没能喊出来 两声枪响过后 阿贵死了 村庄再次回归平静 人们又聚到了小酒馆里 但大家讨论的确实 枪毙到底没有沙头好看 而且这个可笑的死球游了那么久的街 竟没有唱一句戏 让他们白跟了一趟 这也验证了鲁迅先生说的看客心理 他们未必真的相信 只是觉得好玩有趣 这时候如果你去辩证 那就是使大家扫兴 阿贵死了 但并不如小妮姑妈的那样断子绝孙 因为 据考察家门考证说 阿贵还是有后代 而且子孙繁多 执经不绝 或许云云中生中的你我 也不过是阿贵千千万万的后代之一罢了 鲁迅先生的讽刺艺术有多巅峰早急 国人心中自有一把标杆 阿贵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 正因为他身上有着无数人的影子 鲁迅先生爱气不幸 怒气不争的评价 再精准不过 而最让人感到可悲和寒心的 其实是那些和阿贵一样被压迫被奴役 但却保持麻木不仁的冷漠看客们 毕竟谁又能保证 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阿贵呢 阿贵